他们在葡萄牙近30年 坚持只做一件事 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 宣传中国语言文化 已经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他们40年相濡以沫 如何相互支持走过艰难的岁月 现在可以这么说 我的妻子王索英 她就是我的眼睛 本期华人故事为您精彩呈现 鲁彦斌和王索英 你是我的眼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是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城市 这里历史悠久 四季如春 舒适宜人 这一天 在里斯本市中心阿里埃罗区的 茉莉花文化交流中心 有一支当地的合唱团 正在这里排练 这支合唱团名为茉莉花合唱团 团员们来自里斯本的各行各业 其中一半是葡萄牙人 一半是当地华人 他们这次排练 是为了参加下个月 为纪念中璞建交40周年举行的 中华之友音乐会 虽然这首茉莉花 他们已经唱过无数遍了 不过因为新团员的加入 他们还需要不断地练习 相互磨合 在发音准确的基础上 就是我们现在还要想办法 提高什么 这个歌曲演唱的质量 要带有感情去唱这些歌曲 给这支合唱团的团员 进行指导的是一对华人夫妇 鲁燕斌和王索英 十年前夫妇俩一起 创立了这个合唱团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因为大家学唱的第一首中文歌曲 就是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那么在这段期间里面 我们到处进行 唱中文歌的这个表演 应邀去了很多地方 其实鲁燕斌和王索英两个人 并不是专业的音乐老师 成立这个合唱团的初衷 仅仅是希望能够让这些团员们 更好地学习中文 原来鲁燕斌和王索英 是当地的华文老师 执教三十多年来 他们教过的学生已经有数万人 同时他们编写的 葡萄牙人学中文系列教材 被葡萄牙大部分汉语教学点 选择正式教材 由他们编撰的简明汉谱词典 还获得过中国国家词书奖二等奖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 在这些成绩的背后 他们付出了超出常人数倍的努力 结束了合唱团的排练工作 夫妻俩像往常一样到超市买菜 在这里总能看到两个人 相互搀扶的身影 而有些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对于鲁燕斌和王索英来说 却并不是那么容易 我和卢老师 我们已经结婚四十年了 在这四十年中 我们一直是携手 走过人生的高峰和低谷 两个人一直在一起工作 在上位的时候一起教书 来到葡萄牙以后 也是一起进行双向文化交流 我换这个眼睛是很多年了 那么我现在是完全看不见了 甚至连光感都没有了 不是有一首歌叫 你是我的眼 那么现在可以这么说 我的妻子王索英 她就是我的眼睛 鲁燕斌和王索英都出生于上海 1972年 原本是中学同学的两人 双双进入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习 之后他们又一起被学校 派到北京外国语学院 进修葡萄牙语 特别的缘分 让两人加深彼此的了解 因为志趣相投 他们逐渐走到了一起 就是你应该还记得 就在船上拍的 当时人家看得上这位 都说 陆老师真帅 说普语是我们的月老 是再确切不过了 有一段时间 我们每天就是要收听 北京周外广播电台的 普与广播 我负责操作录音机 我二十呢 他就负责用文字写下来 整理好以后 打字机打出来 我们再学习 所以那段时间 完全是两个人一起配合 因为当时呢 只有我们两个人 跟他跟那个外国人学普语 然后呢天天在一起 这样呢就是 互相之间就比较了解 然后就觉得 彼此三观都比较统一吧 是吧 对问题的看法都比较一致 是吧 然后呢互相之间 也比较有好感 后来就挑开了 那就走在一起了 组建家庭之后 卢彦斌和王索英一起 在上海外国语学院 担任普语老师 1987年 由于工作的需要 卢彦斌被派到葡萄牙的李斯本 从事葡萄牙语研究工作 如今每周的周一至周五 卢彦斌都会来到 茉莉花文化交流中心 教授葡萄牙语 这里的学生主要是当地的华人 以及中国留学生 这门课他一教就是三十年 刚来到李斯本的时候 他一边研究学术 一边教授朴语 生活紧张而又忙碌 同时还要克服与家人 两地分居的困境 当时呢就是澳门政府下面的 文化学会 就要求我们两个 去澳门文化学会工作 他们觉得就是 我去澳门工作比较合适 吴彦斌呢就让他到葡萄牙来 从事普遇方面的研究 当时只能通过信件 写信来保持联系 在生活上由于自己一个人做饭 不是太方便 那么王老师呢就从澳门 就是给我带来这个电饭锅 当时葡萄牙根本就没有卖的 从澳门特地带过来 虽然夫妇二人各自的工作都很繁忙 一年才能见一次面 但是那段相濡以沫的日子 成为了他们彼此记忆中 最美好的部分 然而不久 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事业在缩小 光线不好的地方 就看东西不清楚 就容易碰啊 撞啊 有时候桌上的东西 会看不见 手一碰会碰到 或者是掉在地上 原来鲁燕斌患上了眼疾 而且越来越严重 平日里白天还算正常 一到了晚上 他就几乎看不见了 结果有一天 出现了一次严重的意外情况 在人群道上走路 有一辆车他进车库 那么这个车进车库 他没有提示音的 所以我一伸脚 他这个车正好 接着往前走了 一下子后轮就压在我的腿上 就把我摔一脚 写信的时候就说到 他就是有车祸嘛 他那个 就是给车子压了一下 那当时我就很着急 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丈夫 1991年 王索英申请自费来到了葡萄牙 与鲁燕斌一起生活工作 每天早晨 王索英都会掺着丈夫去课堂 然后下课后再把他接回来 一 这个呢 二 这个呢 三 这个呢 四 好 五怎么样 五 上面呢 五 这个数 是不是 好 六呢 六 七 七 八 九 刚开始 卢彦斌和王索英两人 只是在里斯本教授华侨华人 学葡萄牙语 后来他们发现 很多里斯本当地人 非常喜欢中国文化 而且想学习中文 于是他们在澳门 驻里斯本联络处的支持下 慢慢开办起了 学中文的辅导班 刚开始来的学生并不多 只有十几个人 而且这些里斯本民众 为了快速学汉语 喜欢在汉字下面 用普语 注音 几堂课下来 这些学生们只会发音 却一个汉字都不会写 书面通信 我们不是用汉语评的 我们是用汉字的 所以教外国人学汉字 学汉语 应该像中国人一样 直接地认读汉字 直接地记汉字 就每学一个汉字 就记住三样东西 就是一个是汉字的字形 一个是语音 还有它的什么意义 然后一看到这个汉字 马上就把这三样东西 连起来 所以我的学生 都是让他直接认读汉字的 直接认读汉字的方法 在刚入门的阶段 的确比较难学 这些葡萄牙学生 学起来非常吃力 为此 卢彦斌和王索英 一起研究了很多 特别的学习小窍门 这一怎么跟我们学的一不一样 但是我就跟他说是那个大写 我们开支票的话 都要写这个一 他们挺喜欢的 他们经常还问我一问题 为什么还有其他文字 文字 我就告诉他们 五十六个民族 所以有其他文字 我学中文就是跟王老师和陆老师 所以中文我刚才说 跟我的母语很不一样 所以觉得非常有意思 特别是汉字 所以觉得感觉挺好的 然后王老师和陆老师 他们讲课很有方法的 通过在生活中的接触 然后再给学生们直观的讲解 这样的学习方式 很受学生们欢迎 不过任何一门语言 都是要多说多练 我要和中国人的工作 去哪里工作 为了能让学生们开口练习 除了建立汉语角之外 他们还建议学生在生活中 也要多创造练习汉语的机会 分布在葡萄牙各地的 三百多家中餐馆 就成了学生们最好的去处 然而中国和葡萄牙 存在地域上的差异 面对这些陌生的中国食材 问题接踵而至 所以我说你是不是有个学生呢 他就问我 他说王老师你给我写个单子 说我要饭里去点那个海带朝下 我就给他写了海带朝下 结果他后来到了饭里 他说不是的 后来我就特别跟他一起到中国饭里去 我说你点那个菜 叫他们上来 一看黑木耳 黑木耳这个词 在葡萄牙的餐馆里 它都翻成海带的 他第一个翻译的人呢 就把它翻车就翻成海带 所以我上课的时候 都跟他们说的 我说这个就是咱们的黑木耳 但是在中国的餐馆 他们所谓的就要叫海带 那真的海带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 夫妻俩通过不断地摸索实践 形成了独特的教学方法 学生们的汉语水平 也提高得越来越快 鲁彦斌和王索英的学生 从十多人 逐渐变成了十五万人 本来是一个班 我接手的时候才一个班呀 一个班才十来个人 这到最后我们成为 有五个年纪六个班 五个年纪六个班 每年都要招生 每年都有三百多人报名 申幻眼疾 却依然不愿意放弃初心 他要如何继续教学工作 上课可以不用眼睛 用嘴巴 用脑子就可以了 二十多年倾注心血 编写教材 获得杰出成就的背后 他们付出了哪些艰辛的努力 有一次在阿维罗上课 突然之间那个 距离那个医生过时 是腰间盘突出嘛 突然之间那个 就觉得狠头不能走路什么 欢迎继续收看 本期华人故事 鲁彦斌和王索英 你是我的眼 谁能到黑板上来写 希望两个字 谁会写 希望 希望 干嘛 写太太很好 但是要注意 这个忘 应该这样学 不需要 好的 来 这个先写树再写横 希望 现在谁能用希望造句 我喜欢有很多钱 因为我要买很多东西 随着他们这个汉语教学点的名气越来越大 1998年王索英受邀来到当地的阿威罗大学教授汉语 开办了葡萄牙大学里面第一个汉语必修课程 除此之外 王索英还受聘于其他单位 进行中国语言文化培训 包括政府机构 工厂企业及大中小学 王索英变得越来越繁忙 然而与此同时 丈夫鲁燕斌的演技却越来越严重 王老师也是陪我去法国 陪我去古巴 反正想的发生就是 那时候打针每个星期就打一针 注射液 他得学着给我打 你老去医院也不方便 没时间去 每个礼拜他得给我学着打针 他都学会打针 所以确实也花了不少的代价 也很努力了 但是最终还是不行 但当时已经有准备了 那么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开朗 比较乐观 就说最终的这个结果我知道 但是也能够面对 医生诊断出鲁燕斌是视网膜产生了病变 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失明 王索英带着鲁燕斌去了很多医院 看了很多医生 都仍然没有找到根治的办法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用药物延缓病情的恶化 在与病魔斗争了长达十余年之后 奇迹还是没有出现 2001年鲁燕斌的眼睛完全失明了 很多普遍的朋友 就说他可以申请残疾人的抚恤金 我们也去查询了相关的法律 的确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拿了这个抚恤金 就不能再工作 从我角度来讲 我虽然看不见了 但是我还能上课 上课可以不用眼睛 用嘴巴用脑子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在国外 外国人需要 咱们也非常渴望 通过我们来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既然我有这个条件 我不应该停下来 鲁燕斌不愿意接受 抚恤金这样的救济 也不愿意让妻子 有太多的顾虑和担心 所以失明之后 鲁燕斌并没有放弃教学 只不过他换了一种教学方式 那就是依靠声音 每天鲁燕斌会用手机软件进行备课 坚持上将近六个小时的课程 教授汉语和葡萄牙语 平时授课 如果学生发音不准确 他听不明白 就会让学生反复练习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方式 他带出来的学生 发音会更加标准 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姐妹 姐妹 我们是姐妹关系 那么上课的时候 让学生读课文 中文的话 那么我可以让机器 一句一句给我复书读 他读一句我听一下 机器就读出来了 我戴着耳机 那么学生读得对不对 有没有错 有没有漏字 我都能知道 因为他眼睛不好 学生必须发音发得很准 他才能够理解他的意思 不像我们眼睛好的 有时候看你脸部表情 大概可以猜到你讲什么 所以他培训这个学生 这个发音都不错的 而当时王索英的日程表 也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他在阿维罗大学 葡萄牙中医大学 和澳门科学文化中心等处 都有汉语课程 即便是这样 只要鲁燕兵有课 王索英依然会先确保 把他安全送到学校之后 自己再去上课 如果鲁燕兵 摸熟了 也说脑子里有个印象 到这儿是什么个角度 应该怎么走 基本上没问题 刚开始是不行 刚开始要碰到 所以我得戴着眼镜 拿着拐棍 有时候要摸一摸 碰一碰 那么第二天有课的话 因为就不方便了 还得找人接我送我过来 就是要老麻烦 别人不好 那么就说 我就在这儿 自己过一晚上 第二天就接着上课了 葡萄牙拥有一千多万人口 与中国的贸易往来 可以追溯到五百多年前 随着两国的交流逐渐加深 越来越多的葡萄牙人 开始对学习汉语产生热情 现在葡萄牙的 19个城市的 20多所公立学校 都开设了汉语课程 一些中小学 更是已经把汉语 列入了必修课程 不过 早在20多年前 卢彦斌和王索英 刚开始教授中文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 当地很难找到一套 科学系统的中文教材 这对于教学的开展 造成了阻碍 所以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们就投入了 教材的编写工作 当时因为条件有限 夫妇二人 先是通过手写的方式 编写教材 后来用上了电脑 就先打印 再复印出来 在课堂上使用 现在他们家书房的角落里 都还堆了几大箱 当年用的复印教材 然后就叫做那是第一课 就基本上已经成型了 第一课 那也有个故事 第一课 看见没样子 是这样的 后来出版的时候 在这个基础上在改的 除了文字内容 教材所配备的光盘里面的 录音部分 一直都是由鲁彦斌来完成的 而为了帮助鲁彦斌 王索英变成了他的眼睛 中国领土的陆地面积 中国领土的陆地面积 约960万平方公里 约960万平方公里 为亚洲第一大国 为亚洲第一大国 世界第三大国 世界第三大国 夫妇俩白天上课 晚上就会抽出时间 来一起编写教材 他们为推广华文教育 投入了大量的时间 唯一的儿子 也被送回中国上大学 王索英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因为长期的奔波劳累 身体也出现了严重问题 我有一次在阿维罗上课 突然之间 去医生过时 是药间盘突出 突然之间就觉得很疼 不能走路上 我也是从内心 因为我感到很愧对她 所以我作为丈夫 我这个 由于这个演技 对她的帮助 现在根本就不如以前 帮不上房了 干着急 那么最多就是劝劝她 能够争取时间 多休息休息 患难夫妻 深知真情的可贵 他们在实现 共同奋斗目标的道路上 相互给予支持和鼓励 2006年 葡萄牙科技高教部下属的 澳门科学文化中心 将夫妇俩倾注了十多年心血的 葡萄牙人学中文首次出版发行 一经出版 立刻受到了所有学习汉语的 葡萄牙人的热捧 发行量达到上万册 葡萄牙人学中文 一共是出了三册 计划出五册 已经出了三册 这是第二本 这是第三本 然后这是第一本 第一本已经是第三版了 第三版的时候 出版社他就要求改名字 他就不是葡萄牙人 他就是普遇事件 他准备退伴到其他国家去 已经出版的这三册教材 字数超过了四十五万 然而实际编写的过程中 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二十多年以来 卢彦斌夫妇除了一直在完善 这套系列教材的编写功夫 他们参与撰写及翻译的各种书籍 已经超过了一百多种 发行超过数十万册 另外 王索英作为第一作者撰写的 普遇版龙香故事 即龙香神话与传说 还为葡萄牙官方机构 列入葡萄牙全国阅读计划 鉴于王索英在中途文化交流上 所做的贡献 澳门政府于1999年 为他颁发了专业工技勋章 2014年 夫妇俩在中华之光 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中 获奖 我虽然看不见这个光 但是我自身还有能力 我还能发广 就是我觉得我应该 把我这个能力释放出来 就是把我学到的知识 就是传授给大家 那么中文 中国文化传授给葡萄牙民众 那么国会普遇 那么就是传授给华人 帮助他们解决 在这样的生活上的需要 所以他们能够融入这个社会 我现在都不能想象 如果我不做老师 可以做什么工作 我们也是怀着极大的热忱 极大的努力 来做好这项工作 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 宣传中国语言文化 已经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众多的肯定和赞誉 没有让夫妻俩的心态发生任何变化 他们依旧平时而忙碌的生活 2018年夫妇俩创立了 葡萄牙中华文化知友协会 王索英和鲁彦斌 分别被选为会长和大会主席 每年他们都会策划组织 一系列的中仆文化交流活动 比如带领葡萄牙朋友 参加中国大使馆组织的 欢乐春节行进表演和艺术演出 葡萄牙人唱中文歌比赛 和葡萄牙人读中文比赛等 他们还经常组织学习汉语的 葡萄牙学生去中国学习访问 现在他们的儿子也回到了里斯本 协助他们进行汉语教学的工作 以及协会活动的举办 这个周一 卢彦斌又照例来到了 茉莉花文化交流中心 因为常年教学 鲁燕斌的嗓子已经变得沙哑 不能唱歌了 但是对于合唱团演唱的指导 他都是一把一眼 再过一个月 茉莉花合唱团就要登台表演了 在鲁燕斌的严格要求下 团员们的演唱有了很大的进步 大家也希望可以在最终的演出中展现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新同学就要和老团员交流一下 就是争取唱得更好 希望我们的演出能够圆满成功 一切顺利 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